她是一位出色的女政治家 一生辅佐两代帝王 被停尸三十七年 她就是孝庄文皇后 与姑姑同事一夫 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 将儿子芙林扶上皇位 培养孙子康熙玄也 成为千古一帝 一生不乱全 不专政 她的格局比绯闻更值得关注 她的格局究竟有多大 她又为何会停尸三十七年 今天给大家讲讲孝庄的传奇一生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而有两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竟然是同一个女人 这个人就是孝庄文皇后 孝庄出生在蒙古克尔沁草原 他原名叫博尔纪吉特 布木布泰 博尔纪吉特家族是豪门贵族 他们是成吉斯汉的后裔 在草原上地位十分显赫 因此 博尔纪吉特家族 一直是联姻的热门首选 后来 努尔哈赤统一了女帧各部 建立了后金 这时的明朝已经衰微了 到了皇太吉时 直接建立了清廷 登基成帝 皇太吉刚继位的时候 根基并不牢固 需要一个强大的外企来支持 当时 草原实力与威望最强的 非博尔纪吉特家族没属 博尔纪吉特家族 与皇太吉的关系有点复杂 公元1614年 孝庄的姑姑 嫁给了皇太吉做大福建 公元1626年 皇太吉再次与 博尔纪吉特家族联姻 娶了美丽端庄的孝庄 公元1635年 皇太吉又娶了孝庄的姐姐 海兰朱 孤侄三人共事一夫 这难免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但在当时的关外民族 这种联姻并不奇怪 孝庄之后被封为庄妃 但是 皇太吉并不宠爱她 皇太吉娶了姨后四妃 孝庄虽然是第二个进宫的 但是 她却排在最后一个 第一是姑姑 第二是海兰朱 虽然孝庄不受宠 但是她非常有政治智慧 她曾经帮皇太吉 劝降红成仇 让大家对她赞不绝口 明朝末年 明朝的大将红成仇 打了败仗 被俘虏了 她很硬气 就是不投降 皇太吉该用的方法都用完了 可红成仇软硬不吃 正在皇太吉不知道 如何是好的时候 孝庄站出来说 她有办法 孝庄认为 红成仇是一个忠臣 不仅爱国也爱家 于是呢 她带着两壶酒和一碗人参汤 来找红成仇 红成仇刚开始小心地防着孝庄 孝庄不直接劝她投降 而是先跟她聊起家中的妻儿 三言两语 红成仇就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她与孝庄打了话 孝庄觉得时机到了 便说了一句 你这个样子 你的家人该多心疼啊 红成仇一听 压抑许久的情绪 一下就爆发出来了 她拖着虚弱的身体 嚎嚎大哭起来 孝庄随后一口一口地给她喂参汤 等孝庄走后 红成仇表示愿意归降 黄太极和群臣都惊掉了下巴 这足以证明她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在后宫中 孝庄的地位虽然有点尴尬 但是绝不可小觑 在那个母平子贵的时代 孝庄是怎样 让弗林当上皇帝的 孝庄生下了九皇子弗林 姑姑呢 生下了三个女儿 海兰珠生的皇子夭折了 在后宫中 最不能惹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姑姑 一个是海兰珠 因此 皇子中只有弗林 拥有博尔吉吉特家族的血脉 谁要是敢欺负孝庄母子 姑姑和海兰珠第一个跳出来不答应 皇太吉的十一个子嗣中 最后能够进入皇储竞争总决赛的只有七个 后来海兰珠病逝 皇太吉伤心过度 身体越来越不好 两年后也随海兰珠去了 由于皇太吉走得太突然 所以没有立下传位遗诏 皇位之争正式开始 皇太吉的长子豪格和十四弟多尔滚 都对皇位志在必得 两方正抢的热火朝天 这时 正亲王吉尔哈朗 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让九皇子弗林登基 没想到得到了满清贵族的一致同意 为什么不是其他皇子 而是弗林呢 一是因为 弗林·伯尔吉吉特家族的血脉 二是 孝庄平时收拢人心和政治经营的效果 那为什么豪格和多尔滚也同意呢 豪格和弗林感情好 他支持弗林不难理解 多尔滚辅佐弗林 也许是因为他与孝庄之间的绯闻 公元1644年 多尔滚招降了吴三桂 清廷进入中原 这对于满清来说是立了大功 多尔滚的势力和影响力 也因此越来越高 达到了无人敢与之争锋的地步 时时务者为俊杰 正亲王吉尔哈朗 见形势不太对 便以自黑的方式拔去了职位 保住了身家性命 另一边没有认清形势的豪格就惨了 豪格征讨张献忠后 凯旋而归 弗林亲自设宴犒劳他 多尔滚想趁机灭掉豪格 便给他列了两条罪状 多尔滚以摄政王的身份代替福林 强制将豪格软禁了起来 没多久 豪格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豪格死后 多尔滚将豪格的妻子纳为福尽 还把豪格的儿子叫来当侍卫 多尔滚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想要羞辱豪格 多尔滚虽然对清朝有大功 但是他的格局太小了 多尔滚生前有多嚣张 死后就有多悲惨 他死后 福林还将他掘墓鞭尸 可想而知是有多狠他 但是从另一面来说 多尔滚越是跋扈 就越显得 孝庄当年为了维护福林的利益 是多么的不容易 康熙上位后 孝庄是怎样表现出自己的大格局的 福林亲政后 也许是因为压抑得太久了 所以非常的叛逆 亲政后 他和孝庄的关系并不好 直到他去世 关系都没有得到缓和 福林下线后 孝庄从三个皇子中挑中了康熙 并扶持他上位 康熙亲政后 敖拜都要压康熙一头 还像一个长辈一样指教康熙 敖拜这是没搞清楚自己什么地位吧 康熙是皇帝 你还想当他的长辈 这就是在自取灭亡 敖拜可能也是低估了孝庄的能力 虽然说康熙是凭一己之力铲除敖拜的 但是这里面不可能没有孝庄的帮助 康熙掌握大权后 孝庄对朝政的干涉越来越少 只有重大事件的时候 才会出来点拨一下康熙 如果没有孝庄的教诲和扶持 康熙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孝庄在康熙成长的年代 没有独揽朝政垂帘听政 而是给康熙自主权 康熙能做主的事情 他就让康熙做主 这就是他的伟大格局 他一生非常的节俭 穿的衣服很素 寝宫里的家具都掉漆了 他也不舍得换 他明明可以成为吕智和武则天 大权在握 能享受荣华富贵 但他没有这样做 面对金钱和权力 他却选择了克制 这就是他与其他女人的不同之处 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公元1687年 孝庄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享年75岁 按照清朝的传统 孝庄死后应该与黄太极合葬 但是黄太极被葬在圣经 孝庄死在北京 而且孝庄死之前告诉康熙 黄太极已经入土为安了 不要去打扰他 我心中放不下你们父子 就把我葬在你父亲的附近吧 康熙答应了他的要求 康熙将孝庄生前住的 慈宁宫的东王殿拆了 然后原样搬到了 昌瑞山下风水墙外 称为赞安奉殿 将孝庄的灵鹫放在里面 就这样孝庄停灵了37年 之后康熙多次前来祭拜 可一直到康熙下线 都没有让孝庄入土为安 直到雍正上位后 才就地建了一座灵园 把孝庄安葬 因为孝庄的灵寝 在黄太极昭陵的西边 所以称为昭西陵 孝庄的一生 一共辅佐了两位皇帝 他在忙碌中 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并付出了很多东西 他凭借着自己的大格局 为清朝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